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今天的这节课给大家来讲一下关于subs printer里面导出贴图 导到Maya当中的阿诺德的材质节点上 怎么去导,怎么去连接,这块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案例 本次采用的这个模型是我在subs printer的官网上下载的一个开放的模型 当然这个模型也是前几代版本当中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示例模型 这个软件我想我就不用再多介绍了,大家肯定都很清楚 这是当前,目前来说比较流行的一个基于PBR的一个材质绘制的这么一个软件 非常的快捷,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软件 当然这个2019的这个版本跟之前的一些版本来比,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但是它这里边实际上 虽然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主要的功能也还是 差不多的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变更 整个界面就是 更加扁平化了 然后整个界面的节俭度更高了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怎么去把我们这个贴图导到这个Maya当中 首先我们这次我们直接就给它一个智能材质 在它的里边选择智能材质 然后往下走 我在这里边找一个金属 只想看到一个这个 就用这个 我们来 直接给它拖拽 当然像这样的一些材质 我们都可以在官方进行一个免费的下载 只需要你去注册一个号 就完了 也不需要 这个交任何的费用 就可以下载 当然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 但我们实际上 我们在真正制作的时候 我们一般这个材质是一层一层画的 当然这块的主要是我们讲这个导处导路的这个功能 就 不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们直接点击拖拽 然后直接给拽给它的这个图层 好了 那么这就可以立即就可以显示出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 这个效果 看着还是 还是挺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秀技斑斑 生锈的这么一个感觉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把这个贴图导到玛雅当中 首先我们在这个 因为这个可能有很多同学不了解 就是说 你在这个subpinter里边 显示的这个效果 或者说这种感觉 有时你在玛雅当中 你这个连接错了以后 它这个效果就不对了 或者说看着就 不太正常了 那么就对我们的这个渲染 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就是节点如果不对的话 看起来就是很 很难受的 不像我们在这个软件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我们来看 点击这个文件 然后在这个文件当中 我们找到这个导书贴图这一项 点开它 然后这个位置 其实我现在已经选好了 就等于是在这个 我这个F盘 我这儿建了一个文件夹 把它导到这个F盘 这块大家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你去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在配置地方呢 我使用的是这个PBR的这个材质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是吧 你可以选这种 默认的是吧 还有我们这种阿诺德的 以及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 包括一些游戏引擎 像刀塔 什么 当然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这个 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你去选择 那么我们这次的就选择这个 比较标准的这个PBR的这个一个材质 然后呢在他的这边呢基本上都不用去选什么 就这样子 然后呢 他的贴图格式呢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PNG的 照样选择的是这个 8BT的 然后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还有这块这个分辨率 我们选的是2048的 选好以后呢 我们直接点一个导出 就可以了 直接点一个导出就可以了 那么由于这个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就提前把贴图已经导好了 这块呢 你注意你直接点一个导出就行了 好那么我们打开这个MAYA 打开这个MAYA 然后呢在这个MAYA当中呢 当然这两个文件是一个文件啊 就是我们这个消防栓 和这个我现在这个MAYA当中的消防栓 它是一个文件 它是一个文件 然后呢这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UV 已经分好了 没有问题 把它关掉 首先呢我们给它一个材质 鼠标右键 点击这个指定新材质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选择这个阿诺德的这个材质 然后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阿诺德材质 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给了这个材质以后呢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基础的这个 选项当中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权重 现在是0.8 我们给它调到1 然后呢在它的这个Color 也就是它的固有色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 贴图 点一下 然后呢选择这个文件 然后在这里边呢 点这个文件夹 我们直接就已经把这个 认到我们刚才导出的这个位置了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加载的是哪一张贴图呢 加载的就是我们的这一张 就是这一张Base Color的这一张这张贴图 打开它 好了那么打开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 我们点一下这个6件或者说在这你点一下鼠标 就可以显示我们当前的这个贴图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找一下这个基本上这就完了 然后点回去 点回去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质 那么这点完了以后 底下这是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慢反射的一个模糊啊 这个我们不用去管 那么这还有一个金属 那么这个金属呢 其实呢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滑块进行一个调节 越往这边它金属性就越强 越往这边金属性就越强 但是但是呢我们这种 从这个SP当中呢 导出的这个这个贴图呢 我们是一般是用图来控制它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效果 如果你手动在这去更改这个滑块的话 那这个肯定会出问题的啊 所以说我一般使用图来控制 点击后面这个起盘格啊 是在这个选项 你看这个金属啊 这个是金属性 在这个金属性上呢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起盘格 选择文件 然后呢 点击这个文件价 在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个金属性的这个 这张贴图啊 就这一张 M打头的 META 这一张贴图 然后点击打开 打开以后呢 不要着急退回去 那么这块呢 我们要做这么几个事情 首先呢在这个颜色空间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点开这个下拉菜单 然后呢在里面呢 我们给它找到这个 RAW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 你要把它的这个 这种黑白的这种图的这种颜色空间的给它改为这种 RAW的这种这种模式 然后呢在这个颜色平衡的这一项里边呢 我们要将它的这个通道呢 改为这种亮度啊 点一下啊 因为这个如果你不点的话 你后边的贴图可能就会出问题啊 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模型 那么这张贴图就已经加载好了 那么再到这一项当中啊 这个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反射 在反射当中呢 目前它的这个权重呢 就已经调好了 是1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反射的颜色啊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更改了 然后这一项叫做什么呢 叫做粗糙度啊 就是我们这个 根据我们当前的这个模型啊 它的一个粗糙度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用 这一项来控制的 那么同样啊 跟我们这个金属性一样 我们在这一项当中呢 点后边的这个 小气盘格 点开以后呢 点文件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 粗糙度的这张图啊 就这个 RU 跟这个 跟我们底下这个这个选项的名称 基本上都一致的啊 点击点击它 然后呢 打开 打开以后 同样将它的颜色空间啊 改为这种 Raw 这个很重要啊 一定要改 要不然你这个 显示的效果就有问题 然后再往下呢 一定还要注意 将这个 通道这块呢 为亮度 点开 这个如果你不点的话呢 你的这个贴图的这个 这个光 光泽度就会出问题 就 它就不会按照你的贴图来进行一个 识别的啊 好了 这几个贴图线已经连接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法线贴图 当然这个是折射啊 折射我们就 不用调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透明度啊 所以说这个不要不要去调 包括后边这些都不用去管了 直接到这个集合结构这块啊 集合体这块呢 我们直接点这个凹凸贴图的后边的这一项 点开它 然后在这呢 点这个文件 将啊 先点一下 将这个数值 底下的这个用作这块呢 改为这种切线空间 然后呢 将它里边的这个 阿诺德的这个 这个 这两个 效果 这个 这两个法线的这个 凹凸方式呢 把这两个项给它关掉 这两项如果你开着的话 这个凹凸方式呢 可能会有点问题 所以将它关掉 然后呢 点这个小箭头 点这个文件架 在这里边找到它的这张 这张图 这张图 打开 然后同样 我们在这个颜色空间这个位置呢 选择 Raw 然后往下 往下浪 OK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好了 我们把这张图打开 可以看一下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一个材质球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渲染 当然你在渲染之前呢 一定要记住要给它打一个灯光啊 如果没有灯光的话 这个渲染是会很 就是肯定是渲染 渲染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说 我们先要给它打一个灯光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阿诺德 这个菜单 然后在这里边找到一个叫天球 就是这个ISK的这个天球 点击它 点开以后呢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在它的这个color这个位置呢 我们给它贴一张 HDR的图 点击它 文件 然后呢 在这块呢 点击这个文件 好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 这样的一些 这之前我在网上下载的一些这种HDR的这个图 我们随便找一张吧 就找这张 看着就是颜色 对比比较明显 点开它 找这样的一张图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把它这个天球的这个光线呢 我们给它降弱一点 不要说它这么亮 因为这这太亮的话 看着就整个灰的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亮度给它降低一些 0.5 给它降到0.5 然后呢 我们先渲染一下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背景呢 还是有这样的一些 还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就等于这个天球的这个图案 我们给它 先停止 我们把它这个 背景的这个天球呢 给它 把这一项 就这个可见性的这一项呢 对这个摄影机的这个 我们给它归到0 归到0它就看不到 整个就 就黑了啊 这样子看着 我们看这个图就看着更好一些 那么这块完了以后呢 我们先点一下停啊 先点一下停止 我们在这呢 还要给它打一个光啊 因为这个 现在目前来讲呢 这个图 还是有点亮 给它再降低一点 降到0.3 0.3 降到低 就它有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呢 给它打一个 面光 打一个面光 然后呢 在这个面光上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 曝光度 给它提高一下 提到一个 12 然后呢 把这个色温给它打开 让它这个 这边偏暖一些啊 颜色偏暖一点 再给它复制一个灯光 Ctrl D 因为这个灯光也很重要 你像在这个 这个subs printer里边呢 它这个其实背景也是有一张 天光的啊 等于是有一个 有这个HDR的图 所以说 整个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在玛雅当中就等于是要给它做这样的一个效果嘛 所以这一块呢 一样 给它 跳这个灯光 两边打一个灯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灯光的这个强度给它降到低一点 降到一个8 然后呢 这边给它一个冷 冷一点的颜色 就是说 这边暖一点 这边冷一点 就跟它这个 现在目前这个天空的这个状况有点像 好 现在呢 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来选一下看一下效果 打开这个视图当中的这个摄影机的一个 分辨率 打开 点击 点击 好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好像这个光线的这个强度有点太低了是吧 我们把这个选择这个第一个 然后呢 将它的强度改到15 好了 那么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节点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 通过这样的一个连接呢 我们就可以正确的在这个Maya当中 渲染出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好 那么咱们今天的教育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